二零一四歐洲籃球冠軍聯賽亞洲巡迴 臺北站十一號在小巨蛋熱鬧開打 雖然國內大部分球迷對美國之丹 較為熟悉 但也有不少懂得看門道的球迷 特別喜愛歐洲籃球 甚至會熬夜利用線上直播收看比賽 原因很簡單 因為NBA的體能勁爆 一般的球迷只能忘球心探 但歐洲籃球的扎實技巧 可是所有籃球愛好者都可以學習的 太不可思議了 我每天都想 將來要去西班牙看他們 沒想到他們來臺灣 對臺灣球迷來說 真的很幸福 看過了NBA在臺北 現在還能親眼目睹 歐洲籃球禁旅巴塞隆納 這種歐洲冠軍的豪門 在臺灣和自家的Espiro球星切磋 無論對球迷或是追求卓越的球員 絕對都是一大福音 今天來看Alexa Brines Juan Carlos Navarro Ande Tomic 主要是這三個 感覺很新鮮 而且真的很難得的機會 對 因為臺灣沒有直播 所以變成說他們願意藉由推廣 然後讓我們可以在這裡看到巴塞隆納的比賽 我覺得很棒 巴塞隆納首度來台獻祭 除了讓球員們經驗交流外 還可以讓國內籃球迷們更認識歐洲籃球 在籃球已經無國界的情況下 讓臺灣能夠透過這些頂尖豪門的身手 從另外一種視野來思考臺灣籃球的未來 同時也能好好學習何謂真正的職業籃球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